我們動作要花一點喔 今天晚上有貴賓包場 嗨 歡迎歡迎 我們這邊請 哈囉 我們這邊請 請坐 嗨 您好 我們這邊請坐 哇 這邊好舒服喔 那我們今天要喝什麼酒咧 我們稍後等我們一下 為了這次活動我們準備了三款酒精的特條 由我們首席調酒師Nash準備了三款的酒精特條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雅雯老師 準備了兩款五酒精的特條 在酒單上可以參考一下 看三位想要喝點什麼 哇 它好漂亮喔 這一個好漂亮喔 微笑氣泡康虎塔 哇 看起來好好喝喔 哇 這杯 故事嗎 對 喔 我一邊有酒精的 好 這是有酒精的嗎 喔 沒有酒精的 這關節就要來一杯有酒精的 好啊 我們要來酒精了 好 第一夜是有酒精的喔 想要喝點什麼呢 那個我們兩個孩子都媽 對 所以要喝三杯 對 所以要喝三杯 五杯跟接下來 沒問題 那先來紅春好了 待會三杯都喝一下 三杯都喝嗎 對 先來一杯紅春還是 有沒有喜歡 特別喜歡的酒精 好 我們來一杯 嗯 豐饒 豐饒 好 那您呢 老師 我跟這個 婦姻姐姐很默契耶 來想要選豐饒 那我先來一杯 去逢春好了 好 人生不要一開始就 這麼多的淬煉 好 先來逢個春 那這位閨蜜才要來的請 我還是想要選 故事 覺得她這個 外型吸引到我好美喔 好 好 那三位說等一下喔 好 欸 蕭段怎麼還沒來啊 對啊 約我們的人還沒有倒臉 對啊 約我們來嗎 怎麼沒有看到她 欸 通常都女人遲到 對 等一下她來我們華山三杯 真的 我心裡想不睡不睡 回來 老闆你終於來了 你們怎麼還死呢 都雷雨 等一下要爬山雷喔 那個我太需要淬煉了 不用直接淬煉就好 這個聽說啊 古人是這麼講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會有什麼 故事 不是八卦喔 所以呢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在安利這四十幾年來的故事 好不好 可以嗎 好啊 雖然我才剛加入安利媒體 也沒有四十幾年 這個阿末妳為什麼會想要來 發展安利這個事業 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啟發了 妳要不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哇想聽齁 想當初我真的真的是被騙來了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安利耶 我當初是我同事啊 想當老師幫我又來這個環境 私放 我是同事約我來的 那時候我就是聽到呢 我們的司法官大使故事 新一道的 我那時候看到他跟 顧熙總統的合影 我就產生好奇 為什麼 顧熙總統 對 老顧熙總統 那時候我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他媽媽會跟顧熙總統合影 然後我就產生好奇 然後才知道 他的媽媽經營安利的時候呢 當初是聽到的不用做有五萬塊 不要跟小孩子伸手拿錢 然後他有 他讓我很有感覺是 他媽媽那時候得到一個血管畸形 在醫院躺了整整一年 而安利公司每個月還給他們加八到十萬塊 哇那時候我就對這張照片超有感覺 他說為什麼他媽媽躺在一個月裡面 還有安利給他們每個月的收入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還有看到就是 2004年的大力風災 南港燕大學 你知道嗎 各位就像疫情 是不是很多生意就沒有了對不對 沒有想到他們家的一夜三千四百萬 大水淹沒他們家 卻沒有淹沒他們的網路 你是說一個月一夜三千四百萬 對 哇賽 2004年9月 我記得那時候是三千四百萬一夜 那很多欸 很多啊 那時候我就想說 比我多了好幾萬欸 所以我就覺得我何德何能 為什麼遇到了一個名人 蛤 什麼是安利 不知道什麼是直銷 我也覺得這個環境怪怪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詩老師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安利給他的被動式收入 我那時候就產生好奇 一個家庭主婦 煮三餐 很內笑 很安靜 我一直覺得說直銷要像你這麼幽默風去搞笑 原來內向安靜的人也可以再安靜 我是走帥哥路線不是很搞笑 喔對不起 帥哥 我剛剛一直把安倍跟他長得像嗎 不一樣不一樣 阿伯是走實地判色五相判 沒有我只有兩地這樣 對 所以我這樣就是 一地跟那地 兩地跟那地 所以你看我就這樣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讓我好奇我們詩老師的故事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的家庭是這樣 我爸是做水瓶工 我媽在菜場賣菜嘛 我爺爺就是長期握冰在床 我的奶奶就是中風癱瘓 所以我知道九病五孝子 一個家庭如果一個人不懂營養學 就會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看到了我們詩老師透過紐車來康復了 也透過了安利友這個爆炸 那我就覺得人一定要有備胎 是這個原因的嗎 是這個原因的嗎 所以等一下 欸你們兩個都沒有反應欸 這個有點 後台費的這個出場費的你們要講 還養那麼久都不知道 那那個我最想要認識的就是我們的宋茵姐姐 宋茵姐姐是標準的家庭主婦 你知道她也是我的偶像嗎 我今天可以在那邊喝酒 知道我超興奮的 宋茵姐姐 我不相信 家庭主婦怎麼可能會來酒吧 欸對家庭主 我們今天要喝泡家氣子了 我們來這邊讓你挑 我們就是兩家婦女來這邊被你挑釋 也沒有啦 各位不要相信他們的話 我都是被兩家婦女挑釋的 真的喔 妳是兩家婦女 喔不是 妳是家庭主婦 我是標準的家庭主婦 也是標準的兩家婦女 喔OK 鳳茵姐姐的氣質 是我們所有人 所有安利人都永不共睹啦 最優雅的女人 對不對 我剛剛覺得 鳳茵姐姐會來酒吧 我也嚇得一跳這樣 特別還問了一下說 鳳茵姐妳平常會喝酒嗎這樣 通常這種其實才是酒量最好的 真的 因為鳳茵姐的治理名言就是 女人不醉 男人沒機會 確定是鳳茵姐的名言嗎 是阿茵跟我說的啦 難怪你會這麼早 你知道大學就出人命了 欸不是說好不要講這一段了嗎 可是阿茵底下很多女性朋友們 就沒有這個繼續添下去的動力了 好不好 好啦我們想 我比較想要了解 為什麼兩家婦女 家庭主婦也會來酒吧 也會想要來發展阿滴這個生意 那我們來瞭解一下妳的故事好不好 為什麼來酒吧 就是 傅先生人的禍 原來是傅先生他 喔 成冠四十五周 不好說 成冠四十五周年 所以到酒吧我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不好意思我很多次了 你是有常科計畫 對我常科 他是常科 那我們來聽一下妳的第一次好了 不是 妳的故事啦 妳的故事 妳不要這樣看我會害羞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是非常標準的 因為呢 我結了婚之後呢 只有去兩個地方 一個是菜市場 一個是葦娘家 我先是做房地產的 他是 大家叫他房地產大客 所以 所以每天呢 就從早出門 還沒有出門前 就抽了十根菸 所以他一天呢 要抽十包菸的 很誇張 妳有陪他一起抽嗎 妳有陪他一起抽菸嗎 我 還是他主意 他很不錯 我今天很不錯 他都不在家裡抽菸 都是在外面 去酒吧抽菸 對 外面我不在家裡的話 是在陽台 外面 就算下雨天 他是在陽台抽菸 他不會在家裡抽菸的 所以是還不錯的菸品 對不對 對 難怪我姐姐 常常在家裡聞到菸味 就是有人在陽台抽菸 但是我先說把煮菜子 煮熟而已 彈不上色香味 那帶兩個孩子呢 是從小在小學長大 每個禮拜 一定要去看醫生 一直到 後來接觸安律事業之後 因為我喜歡安律的氣氛 又像你們今天在這邊 不會感覺氣氛很好嗎 對 氣氛這麼好的 我知道為什麼 妳煮的菜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呢 是妳的老公還是喜歡吃妳的菜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妳就是她的菜 哇 應該是這樣沒錯 很會了解 很會啊 很會啊 是這樣嗎 三塊女二十一歲 就把她肚子擋到 麥克風雞 麥克風雞 這個算不算是 調戲兩家婦女 這是肯定 肯定 我說妳是她的菜 我沒有說妳是我的菜 好可愛啊 因為我也是會好 稍微好 那妳在這個 發展安律的過程 妳又是只有菜市場 跟回娘家 對吧 那妳為什麼 已經當了董娘了 那還會想要來發展安律這個生意 妳是聽到了什麼故事 或者是妳自己有什麼想法 那時候就覺得說 第一次去教室 其實我不是想去學習 想創也沒有的 是我的上線呢 一直邀請我 我有很多的缺點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不會去拒絕人家 所以我說了很多的理由 我孩子小 我先不想出門 而我自己 想了很多很多 結果上線還是沒有放棄我 邀請我去教室的時候呢 那沒有理由了 我就進了教室 那第一次進教室的時候呢 因為教室是二樓 那要走那個樓梯的時候 我心裡很害怕 我想說 歡迎等一下 走不出去的時候怎麼辦 那時候我是帶著兩個孩子去 因為都是24小時陪著孩子嘛 可是一進到教室的時候呢 那他們就 就像Kent這樣 要跟我握手的時候呢 我把手放在後面 我不敢跟他握手 我這個男女受受不親 所以 但是呢 在那個上課的時候 我很認得的聽到 剛好那堂課是講那個 蛋白素 含基酸 我這樣想說 啊 在這裡可以聽到一些 很專業的營養的知識 而且我自己是從小吃藥長大的 我吃藥吃到 我到現在還記得我吃的藥的味道 一顆藥放進嘴巴 一大杯水都喝完了 我一顆藥還在嘴裡 這是很恐怖的 那後來呢 因為我吃到 不敢吃藥的時候 我媽媽就給我一個糖果 因為那時候呢 沒有零食 所以我媽媽就 我有三 我兩個妹妹三姐妹 那我媽媽就說 你把這顆藥吃完糖果給你吃 我兩個妹妹就沒有糖果 那我看在糖果的份上呢 就開始很自然的吞那顆藥 我吞內症之後呢 還是吞不下 我就偷偷的把那顆藥給了我的妹妹 我妹妹是看在糖果的份上呢 就幫我吞了好幾年的藥 所以我的身體還是很不好啊 所以在第一次在教授聽到說 那個紐摧來 油脂蛋白素呢 對我們身體抵抗跟那些很好的時候 那時候就 開始買來吃了 然後 我就開始喜歡那個氛圍 可是我跟上線說 我不會做 我不可能做 我只是來上課就好 所以沒想過做案例的 所以妳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怎麼做 就做很大就對了 是因為 對啊 這樣子的東西只是想上課 那為什麼還可以做這麼多 那我就是什麼原因 好想知道 對啊 做到三個國家都有做 對啊 所以下面都還有做 都不會做 我沒有要做 但我做到伊利斯 我沒有要做 我沒有要做 只是大陸是幾個鑽石這樣 對 那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 我在教授裡面 學了三個月的課程 然後聽到一些很好的產品嘛 安全 因為我買東西 不是要看好看好吃 就是安全就好 那安全 對我們身體又好的 然後最重要的呢 聽到他們說 可以去海外旅遊 然後可以試習 我兩個孩子 那時候一個五歲七歲 所以呢 我就為了兩個孩子呢 可以試習 試待在進程這個事業 但是妳老公 不是已經是建設公司 都做房地產拉盒 房地產拉盒 沒有好幾百間房子 試習房地產就好了 對啊 妳還有缺兒子嗎 呵呵呵 我不喜歡房地產的氛圍 這個叫重地清別離 是嗎 重地清別離 因為呢 妳喜歡重地 不喜歡清別離 還是 我喜歡在家裡 妳喜歡在家裡 那時候 我也羨慕公務人員的生活 早出晚歸回家就是老公 那我們家老公呢 丈夫丈夫嘛 一丈之內 一丈之外 我就不知道了 那後來 這個 而且我現在壓力很大 每天喝酒 每天喝到醉醺醺 不到十二點不回家 然後每天跑三點半 很辛苦的那個時候 因為呢 她事業金很重 所以呢 她就是很認真的 也是為了這個家去賺錢 只是那時候覺得她壓力很大 可是看到安利的保障 看到安利的生活 我就喜歡 還有那個世襲 妳是看到安利什麼保障 世襲啊 還是可以世襲啊 世襲啊 是那個大世襲看的嗎 是麻將大世襲 什麼世襲 世襲 發育什麼不標準嗎 是 沒有是我怎麼說 有問題 是 所以這時候 是可以穿成的儀式啊 穿成啊 穿成啊 這個 年輕人說話 跟我們說話是不一樣的 哇 姐姐耶 辛苦了 辛苦了 其實我們年紀差不一樣多少 說什麼 我們 是我講話不清楚嗎 看出來跟她一樣一季 只有我們兩歲而已 嗯 謝謝 其實妳可以再多喝一點 沒關係 那妳除了想要四十嘛 對吧 四十 那妳還想要在安利得到什麼 好像有 因為很多行業其實都是可以傳 傳給第二大雅那有意思 對吧 那後來 那後來 就是 上了三年之後 我想說人家是一年兩年 做到 二十一做白金嘛 什麼一年兩年做白金 那時候想說 會做到白金 哦 那時候想說我十年做到白金也值得 所以就開始很認真教訓 然後呢 沒有朋友 沒有認真的 我親戚兩家 我家人全部都反對 我先生反對更厲害 他每天呢 在門外 聽到他回來 唱這歌回來 一進家門 看到有幾個夥伴在我家的時候 那臉拉的閉碼還要長 反對到 他本來是皮膚不好 用了蜂蜜香皂 洗皂 結果皮膚改善了 哎唷 對 是因為很反對 所以皮膚變好了 那時候慢慢我們做產品示範 他看到嘛 家裡有的看到 然後把浴室都是艾力的蜂蜜香皂 他就拿來用 只有皮膚也改善了 那來吃了用 濃郁蛋白素呢 他的腸 就是那個叫什麼 胃酸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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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肚子餓 胃也痛 吃飽也痛 但是他那麼反對 為什麼會便利吃啊 很多人反對就不想吃啊 剛開始還好啦 他就覺得說 因為我吃得好嘛 我的身體改善了 然後呢 他就慢慢掩飾了 爸那邊他就吃了嘛 慢慢改善 那時候我沒有很積極的做 那後來很積極的做的時候 他去外面買肥皂 然後呢 也不吃 這麼大大 也不吃優質的白素 就是福岩跟康夾 非常非常反對 那他很反對的時候呢 我就不做啊 他在家的時候我不做啊 他在家的時候不做啊 他前腳出去 我後腳跟著出去 就做安眠了 有智慧的 這個叫做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一看就知道 有智慧的 鴻姐姐我也是這樣 就是 在外面的時候不買東西 跟老公在一起的時候不買東西 老公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拼命買 是一樣的意思嗎 來乾杯 我也是 來來來 我也是這樣 拼命買東西就對了 果然啊 女人的風采 來自男人的慷慨 OK 那 這位 我還有聽聽這個 鴻姐姐講的一個故事 就是 聽說您在澳洲 因為那時候 想要讓身體更健康 對 所以然後那個時候 就開始練習打網球 對 但是一般人就打打網球 但是 鴻姐姐特別不一樣 聽說您用艾麗的收入 蓋了一個網球場 讓自己打網球 真的嗎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很誇張 我看到他的豪宅 都被大家後面透露 我就說 請問這個豪宅現在多少錢 市場好幾億 好幾億 天啊 這世界太不公平 真的 你還有學的兒子嗎 所以你是真的會打網球 因為那時候我身體也不好 那醫生說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離開台灣 因為台灣是海黨型氣候 你不適合住在台灣 那時候我完全沒想過說 我會離開台灣 然後他做第二個方法呢 他說運動 我是氣團 心臟又不好 那然後呢 醫生說 就是盡量破胸破胸的 那破胸的方法 就打網球嘛 所以那時候 為了說改善身體 就打網球 打到後來呢 就上癮了 炎下雨天端 真的喔 所以要不要來秀一段 那你今天應該穿那個 打網球的吧 網球裝 對 對 變成18歲喔 可能又小了14歲而已 真的真的 所以你真的很會打 改天有機會的話 一起打一下 對啊 那小鐘 你看啊我們的網球場啊 哇 好漂亮 好大喔 我只能說這個世界 真的太不公平 而且他用五年的時間 做到EDC 就移不到澳洲去 五年就做到EDC 就好五年還是 五年多 好強喔 好強喔 五年多這樣啊 五年耶 那你大概用多久做到白晶了 白晶是兩年 哇 怎麼聽妳講的 妳好像 我沒有要做啊 我沒有要做 然後我就上個 這是我想什麼事情 就是我沒有離開教室 沒會必到 妳沒有離開過教室 沒有離開過教室 我也沒有離開過教室 我也沒會必到啊 還有一點 很重要 哪一點 是 我今天學 明天做 天天做 喔 今天學 明天做 天天做 天天做 好棒 學起來了 但是妳不是說 妳沒朋友沒口才 對啊 沒朋友沒口才 真的 真的 英文不會說是嗎 不會 也不會說英文 怎麼在澳洲發展啊 好不可思議喔 欸對耶 不會講英文 不會講英文 你都找代鼠講案例嗎 不能 不是 我是覺得蠻訝異的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做案例的目標 就是我五年上鑽石 我就要退球 我就要當一個全職媽媽 然後因為五年多的時間呢 我就是 我是個電視兒童 很喜歡看電視 從早看到完 然後每天要打網球 可是這五年多當中 那我不看電視 完全不看電視 我也沒有碰過網球 那時候我的目標 是我上鑽石 我就要自己的網球場 自己的游泳池 所以那時候我就規劃 我要怎麼 那時候我本來規劃在 我就是在台灣 一樓就是我們客廳啊 起居這樣子 那二樓呢 如果是三樓呢 就網球場跟游泳池 所以這地要很大 但這個地呢 不能在阿里山上 是在比較方便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 腦中呢 就是非常清楚 我要的房子 我要的生活是什麼 所以沒有對象 走出家門就有對象 沒有朋友 朋友是 還沒有變成朋友的陌生人 都是朋友 所以就開始在菜市場 在搭車的時候 買東西的時候 我就開始推薦 到家裡來修東西的 我也推薦 修什麼東西 我家裡都沒什麼東西可以修 所以各位 當你想到做案例的時候 記得把家裡的東西弄壞 就會有人來修東西 修電池 修冰箱 修冰箱 修水管 對 對 還有收 那時候有收瓦斯 對是什麼的 還有 ショネル 沒有ショネル 沒有ショネル 沒有 好 我記得說 應該是說 阿末的故事嗎 喔 沒有 我比較想要聽少君 對 我也想聽少君 那感覺就是很厲害 對 為什麼你是一個 我覺得你很特別 你是 我記得你是人資組館 對不對 你在伊林市的資組館嗎 對 在人資裡去工作 那為什麼你會想抓你啊 為什麼想抓你啊 對啊 因為愛情 愛情 因為愛情 因為愛情 你剛剛是在唱歌嗎 哈哈 剛剛是喝多了 對 因為想要結婚嘛 想要在 這個 我覺得人生來到28歲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 就是 工作的經歷還不錯 但我覺得 看到鳳莹姐就覺得 其實那就是我們內心裡的小女人 我們也希望相夫教子啊 我們也希望在家裡就是 搭搭毛線啊 搭老公罵小孩 搭老公罵小孩 就是想要過一種 很幸福的婚姻生活 對 但是就覺得 嗯 因為沒有嫁到這個 這個 首先是這個 嗯 怎麼講 擔心家庭的孩子嘛 所以貧窮的家庭出生 所以知道嫁給他 我們就要很努力的賺錢 是因為愛情嘛 所以就要 很勇敢的去捍衛自己的愛情 愛情比較暢溪啦 真的 男人的嘴 騙人的鬼 我不准你這樣講阿伯 哈哈 你再這樣講我就真的生氣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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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後來呢 就一個機緣低下 然後就遇到了愛情事業這樣 對 但是我覺得呢 愛情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業 怎麼特別啊 因為在愛情裡面 聽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你聽到哪個罪障 你印象深刻 嗯 我聽到的一個故事 很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當時啊 我的這個 上手的 游秀龍依利希告訴我們說 他的哥哥 叫做 尤岳勳 那尤岳勳先生呢 他在民國70多年的時候 因為一個陌生的機會 對 一個陌生人跟他講案例 對 然後呢 他就開始進行案例事業 嗯 那今天你們等等 不要哽咽 沒關係 不用哽咽 還沒有到哽咽的時候 喔 卡老坦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在這個 很短的三四年 就上了翡翠 對 所以他就退休了 而這三四四年來 他在案例都是翡翠 所以你說他做了三四年 就退休了 退休三四年 然後享受了三四十年 對 喔 果然案例真的是利用你的事業 對 聽了你們說都很簡單 然後他就推薦了 其中有一條 這就是廣度的生命令 對 很神奇的故事 他曾經推薦了一組線呢 是這個 當時是三陽經社的總經銷 然後呢 這個人呢 是他當兵的統帝 叫做陳金城 那陳金城呢 他那時候 因為在三陽總經銷 賺了很多的錢 然後就因為朋友的這個 介紹之下 去做了一個不熟悉的產業 他就去投資了房資產 後來呢 房資產就倒閉了 所以呢 他投資了兩千萬 就化為烏油 然後化為烏油之後呢 他就舉債 全家呢 就帶著這個 老婆孩子呢 到高雄去做鐵工 然後這時候呢 那劉悅勳這個的二哥呢 就去把他找出來 然後就跟他說 陳金城 你這輩子啊 如果要翻身 你要靠的只有案例 那陳金城就聽了這句話 他就決定要進行案例事業 對 可是他的太太很反對 因為他的太太覺得 你就是被朋友騙 我們全家才會這麼落魄 那你現在又要聽朋友的話 又要去做案例 所以呢 他的太太叫做葉雲霞女士 就非常的反對他進行案例事業 那陳金城這個先生呢 他就 因為他懂了案例事業之後 他就不顧太太的反對 就偷偷的做案例 有點像鳳雲姐姐一樣 就偷偷的做 那後來做到了明珠之後呢 就發生一場意外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這時候呢 葉雲霞女士就 每天哭每天哭每天哭這樣子 因為他的孩子還在搶保之中 還有一個在身上抱的孩子 老公就走了 這時候呢 他就哭到有一天 安逸公司呢 當時是寄支票 寄到他家 寄到他的手裡 他就看著那張支票 他就告訴自己說 其實我的先生並沒有死 只是到很遠的地方去工作 好感人喔 都會准資寄錢 回來養整個我的孩子 整個三年的架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從葉雲霞女士的身上 我就看到 怎麼會有特別 他現在還有收到支票嗎 他現在是收到轉帳會款 喔轉帳會款 對轉帳會款 對 那我們都會從別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嘛 那我也想想 有一天 萬一我的另一半 也離我而去嗎 那我要怎麼辦 所以妳做安逸的動機 是妳害怕 萬一有一天 對 我害怕妳 哇塞 妳也安逸的 所以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在安逸公司 路轉妳要小心 只有一天 所以我的本號 本號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 我就決定說 那我要來進安逸事業 如果安逸事業 有這種死人幫活人賺錢的例子 或者是 當我們有一天 不想做 不能做 沒辦法做的時候 安逸事業可以保障 我們一家大小的日子 我聽懂了啦 就是如果擔心 另外一半會怎麼樣的話 就趕快說安逸就對了 真的 這個意思嗎 真的 哇好經典的故事 對喔 這是我的故事 這是我聽到的 我覺得很嚮 很嚮往的價值 不是很嚮往的故事 是很嚮往的價值 但是不太嚮往的 我躲到的 不要再偏向越瞄越黑了這樣子 那妳呢 那妳呢 蕭鑽 我覺得妳很特別 不要理我 我都想完一點 不是那妳呢 到底是為什麼要做安逸 我會害羞 我想知道 不要撒嬌 好啦 快點講 他也是因為愛情 耶 大家想不想聽 想聽來個掌聲 其實蕭鑽也是因為愛情嘛 對不對 對 我也是因為意外 因為意外 人生總是有很多意外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本 我的家庭是 我來自一個 也是跟你老公一樣 我不確定我們是不是來自同一個家庭 但是我很不確定 我們都是來自於一個貧窮的家庭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家窮嘛 小時候就 常常只要颱風一來 我們家就淹水 對吧 那我們家也 真的是家屠四地 所以從小 我的父親就跟我講說 你如果要出人頭地的話 一定要怎麼樣 好好認證念書 可是當我認證念書呢 我讀到大學的時候 我很興奮的去問我的學長說 欸學長 閉了業之後 一個月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他就跟我講 大概三萬五吧 我一聽 天啊三萬五 那我怎麼買房 我怎麼買車 我怎麼 校數父母 我怎麼養老婆養小孩 我就講 我就在想 三萬五怎麼可能夠用 欸你看 我記得你是台科大的欸 對對對 我是學機械系的 很厲害欸 剛才是 早前也是台科大的欸 哇 真的是學長 學長 對 很優秀 你是學長他是學弟 蛤 你是學長他是學弟 蛤 對我知道他是學弟 對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可是這樣子的收入其實不錯 工程師就剛好啊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男神 男神 Viewer Health 真的 誰 一個叫 姓雷 雷 雷 我會感到興奮的 是不是這樣 你看到洗衣粉會覺得說 哇 我的未來 要把就寄託在這一包洗衣粉上面嗎 不可能嘛 是不是這樣 但是當時呢 我姊姊就跟我講說 反正你都要去當工程師一輩子 你不如就來看看案例吧 所以我就走入了案例這個教室 我記得那一天呢 我看到台商的這一位小帥哥在講話 我都覺得超讚的 而且他在跟我詮釋這個案例的價值跟結果 就是欸 收入很好 欸 各位你們要 了解一件事情 當工程師了不起就年收入百萬 一百兩百三百 對吧 但是當時站在台上那一位 他是這麼講的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晚上他會自己來跟大家證明一下 他是跟我講說 小學三年級就被留級了 對吧 然後呢 他是讀淡江大學國貿系的 重點重點 他說他從大學三年級就開始做案例 那個時候我是 也是大學三年級 我就在想 哇賽 大學三年級開始做案例 然後現在站在台上 然後一年 都超過一千萬以上的年收入 我再思考一件事情 我去科技業可以一年一千多萬嗎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 我是想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但是如果台上這一位雷先生 講的都是真的 然後他也願意 教我怎麼去做這個生意 欸我覺得很可以欸 其實我的想法就很簡單 山上有燈嘛 燈下有人嘛 自然就有上山的路 我不怕苦啊 我不怕苦啊 我最害怕的是什麼 沒有人一下我怎麼去做這個生意 是不是這樣 所以當時我就想 好啊 我呢 就用我下課的時間 我空檔的時間 來追隨這位雷先生 對吧 所以我就 大學 就開始來做這個生意 然後呢 一做呢 閉了業之後 我就在內湖科技園區上班 後來又跑去了這個龍潭渴望園區 後來又跑去了這個台中科學園區 但是呢 我始終都沒有放棄安妮這個生意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這輩子三生有幸 可以有一個名師 可以來指導 是不是這樣 所以真的 我很感恩我的師父 雷允瑜 創辦的皇冠大師 哇 影響我一輩子了 太幸運了 我連在家裡 餐桌吃飯的時候 都跟我的孩子講 你知道 以後看到姓雷的 都是我們的恩公 真的真的真的 我 因為我們家都會淹水 所以我的夢想就很簡單 我想要買房子 對吧 所以我25歲呢 就買了第一間房子 哇 32歲呢 我又買了第二間房子 哇 我買在21樓 我在想 哪怕遇到水淹雷公堂 如果也淹到21樓 那我也認了嘛 是不是這樣 對吧 但是我後來在想 因為雷大哥做了一個 非常棒的典範給我們看 他告訴我 很重要啊 對吧 所以我就在想說 欸如果可以透過安利 我可以買房 買車 讓孩子過好生活 欸我是不是也可以 讓我的父母 也可以過上好的生活 對吧 而且我當時呢 我也在雷大哥身上學到 就是 你的父母親一定要住的 比你現在住的還要好 對吧 我覺得欸這個太有道理了 所以我買 我在2012年買第二間房子 我在2017年呢 我又買了第三間房子 哇 那時候為什麼會買第三間房子呢 就是因為我想要給父母親住 因為我是彰化的 那我爸爸媽媽就是住在彰化 我很想要給他們一個 很棒的一個晚年生活 好感動喔 真的 所以真的 孝頌父母太重要了 待會我會跟你講到底多重要 如果17年買 我不敢跟我爸媽講 我怕他們會覺得你承擔太大 因為我 14年剛交屋的時候 我買的是2000多萬的房子 光房貸一個月就要10萬塊 所以我在17年我要買第三間的時候 因為我是買預售物 我在想 我就在算啊 算啊 我在算就是我爸爸70歲的時候 剛好是2022年 2022年 我爸爸70歲 我在想說 我就有一個畫面 當我爸爸70歲的生日 6月17號那一天 我就把他約到我的新房子來 然後幫他辦情生 然後呢 最後呢 那一天喔 真的 因為我當時 我是跟我姐姐買在同一個社區 所以我爸爸知道我的二姐 然後我買在這個 買在這個四樓 但是他不知道 我又買在那一個社區 所以我爸爸2021年 都去到那個社區 他不知道我在那裡也有買 各位你可以想像嗎 我又買了一間兩千多萬的房子 我爸爸不知道耶 然後我就開始狀狂 開始狀狂 開始狀狂 到2022年的6月17號那一天 我就把我爸找來說 幫你請幾次 你知道嗎 對吧 然後慶生完之後我就說 我們上樓泡個茶 那一天的情景是這樣 我爸爸上樓 他就想說要上去泡茶 結果門一打開 你知道我爸爸多可愛 他說 他就跟我姐姐講 你的電視牆怎麼換了 你的電視怎麼不見了 你的餐桌怎麼不見了 他就有點搞不清楚東西南北 跟他看到他女兒的家庭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 我就拿起 這個因為我們都是用感應扣的 我就拿起一個感應扣 我就把它放在 精脆乳霜的盒子裡面 我說爸爸 這是給你的生日禮物這樣 哇 你知道嗎 好感動 我爸爸就看著 精脆乳霜的盒子就跟我講 我不擦保養品 我說 你不擦保養品 你一定要用看看 這個裡面的東西 你一定喜歡 哇 你這是年輕人的榜樣 真的 我爸爸後來就把那個盒子 一打開 他看到一個感應扣 他說這是什麼東西 我說 阿爸我告訴你 這個感應扣呢 整個社區 都通行 而且到樓下吃飯 你這樣嗶嗶嗶就好 都不用付錢 我爸爸跟我講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說 這一間房子是我買的 哇 你知道我爸爸當場跟我講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啦 我說真的 而且這次要買給你住了 以後 你老了之後呢 你就來這裡 你想來你隨時都可以來 這個就是讓你呢 可以有一個很棒的一個 晚年的生活這樣子 有健身吧 有游泳池 一天公六餐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開心 其實那個時候 我還有一個夢想 我想說 其實本來是要放兩支鑰匙 一個是房間的鑰匙 一個是 買一台冰資給我爸爸 哇 他後來玩股票輸掉了 你這算是做的嗎 我就說我爸講說 那個 車子的事情就再玩個幾年吧 所以真的不要再玩股票 你還不過好啊 好好追溯 好追你的後人了 哇 有房有車 真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的夢想就很簡單 所以我就在那裡 就是 辦了一個很棒的 我爸爸七十歲的生日 然後再來一個很大 所以各位我真的覺得 我不用去想什麼 我現在的狀況不好啊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未來 能不能夠更好嗎 是不是這樣 真的 而且我們還有吳先生啊 是 是不是 真的 少君你聽了有沒有 我是霍君 我怎麼會看著你像是少君 原來你心裡有他 沒有朋友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是年輕人的驕傲 我相信吧 你當時也是聽你的故事長大 你聽我的故事長大 其實我們都是聽宋姐姐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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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要請我家說 送姐姐不要喝啊 也是因為看到封衣姐姐的故事 讓我看到很好的條件 就是那一下 然後生活這麼好都要抓你 像我們當初我來我們的團隊的時候 也是因為看到了洪會長 然後也是身價幾十億的 身價幾十億 身價幾十億 也是實產大 真的真的 真的 那時候他跟我說他 讓他去大陸發一億開衛生紙工廠 開衛生紙工廠 對 問他說什麼樣的行業 可以不分機器好快 平富貴限時啊 李小朋友 都要用了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覺得 洪會長怎麼這麼有智慧 他說 安逸一千塊 就可以與人類共生存的聲音 然後可以世世代代永恆 能夠講出這種話的人 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投資一億一億 去製造衛生紙 所以你看我們就沒有運意 要說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用一千塊 我們可以做無限大的聲音 沒關係我沒有兩億 是一個回贏嗎 哈哈哈哈 你看 這就是我那時候 我就是喜歡在暗夜懷念 永遠聽不完的故事 所以我就覺得太神奇了 然後我自己又想起 我當初還有一個 我自己的 還有一個自己的主類的夥伴 各位你如果假設 你被2015年 你被醫院宣布 活不過八個月的時候 請問各位你會做什麼事 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 上帝要收我們 然後我們是癌症默契的患者 如果有遇到這樣的人 他會做安逸嗎 我覺得不太可 我會 大概就是去 喜馬拉雅山吧 對吧 對不對 通常郭英姐 如果遇到癌症默契 是不是我從大家養病 我等癡 然後等癡 可是我這個夥伴 就讓我太感動 他長期都去印度 疫診 幫助出家人 然後蓋帶 去印度疫診 癌症的人 對 只剩幾個月 然後還印度疫診 對 不是救人 是疫診 因為他是呼吸治療師 然後我很佩服他 他說 如果說 我不想在家裡等癡 既然生命不是 我們都沒有辦法決定 我們生命的長度 但我可以決定生命的深度 所以他一個人就開始 去到處去 把那一年他在安逸 走到第一年 走到白金 他就把那一年的收入 全部去給出家人 跟孤兒院 所以我那時候就發現 在安逸的故事 就讓我發現 安逸真的太浩瀚了 我覺得 後來他大象還活著喔 我今天來講 很誇張 那是吃了靈芝 我沒有病 很誇張 我還覺得 很誇張欸 真的真的 不能誇大欸 我們不是賣什麼 入胎盤嗎 我們 在講話 你想說一點 我們其實呢 我只想跟大家跟你分享 我覺得這個世界最大的價錢 我們有扭圈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 藥物有極限 一樣是外界 是扭圈來喔 是不是扭圈來 然後他也因為這樣 影響了他的家人 他的女兒 他女兒現在大學二年級 現在也是二度影響這樣 影響了一百多個年輕人 他到底活了幾年了啊 他現在多活八年嗎 多活八年 他現在是八年 你也是說回來怎麼這麼 生不到八個月 現在多活八 到現在還繼續延續他的生日 我覺得這很好 而且他去年 他去年還做到創案百姓 他去今年會被公司招攤 去博士海灣旅遊 然後殘年 這個殘年 所以很多人沒有辦法 達標海外旅遊的約定 是 欸不要亂講話 這個人齁 因為他覺得未來很久嘛 慢慢來啊 那我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發現 很多人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是 我現在才二十歲 可是我的靈魂是八十歲 這個 我的師父說的 嗯 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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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是 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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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不是 所以啊 真的是我覺得這份事業 真的太神秘了 生命影響生命的事業 真的是很棒的事業 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喜歡這份事業 聽到這麼多的故事 那我想問的是 我們在 案例面 我們透過案例 你有沒有最難 讓你們最難忘的夢想 我想聽聽看小傳 最難忘的夢想是什麼 我最難忘的夢想 對 夢想 其實我最難忘的夢想 其實我最難忘的夢想 就是當我這個 買房子的那一刻 因為其實我對買房 會非常的渴望 其實我 你們看我就知道 我不是喜歡錢 還不出來 我是喜歡很多錢 好 我有那麼膚淺嗎 對吧 因為我覺得 錢對我來講 太重要了 因為在我小時候 我 我為了吃個麵 我要在家裡 翻箱檔櫃 去找到一個 五塊錢的銅板 去買一個麵包來吃 對吧 我怎麼長大 我都不太知道 所以 每一年 颱風一來 我家就淹水 一年淹個三次 那個不是水退了就算了 那個水一退 那個泥土大概有 三到五公分 那麼厚 我們要把整個家裡的泥土 把它怎麼樣 清掉 對吧 而且你們知道嗎 河川跟馬桶 是有連同管原理的 有的時候呢 我稍微跑步慢了一點 說真的 滿層金帶黃金 黃金 我是從馬桶 真的會噴噴 你來不及興奮 他先噴噴 真的 所以我 我曾經喔 睡覺睡到一半 半夜四點多 颱風又來了 天摟摟那下大雨啊 雷聲融融的這樣子啊 然後我家裡又淹水睡到一半 床浮起來 對吧 我跟我爸爸講 說我們為什麼不去買個房子啊 我們為什麼不去買房啊 我覺得這種生活太痛苦了吧 我小時候就在演少年拍的 但是坐在了 船上是一個那個洗澡盆 上面不是老虎 是一條口 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 我一直到結婚那一天 都還在淹水 蛤 你們可能很難想像喔 真的很難想像 我結婚那一天 當天晚上 家裡還淹大水 新娘車來了 我要捲起我的那個西裝褲喔 我是涉水然後拿著那個皮鞋 然後涉水上新娘車 天啊 我這麼盛大能點妳嗎 我覺得好像阿座阿嬤那年代的 真的耶 我覺得妳太太很偉大 真的 真的 給她一個那天等她吧 她去買房子 掌聲好熱喔 真的 我只能說她有眼光啊 有沒有智慧我不知道 但肯定是有眼光的 哇 不是因為都是你搞出人面的關係嗎 欸有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想 我有可能也是受害者 哈哈哈哈 很多事情 很難下一個面子 欸 欸 好笑喔 因為 陸傳也跟我講 她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欸 她說還沒遇到妳之前 她的人生是黑白的 我說那遇到之後呢 她說整個都黑了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 沒有 我不是故意的 我怎麼都講出來了 那我想知道 邵君 邵君那妳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喔 我最瘋狂的夢想是 開了一家咖啡店 喔 怎麼說 咖啡 咖啡店 咖啡店 救救救救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我 妳是在疫情前開的嗎 我是在疫情前開的 我剛剛加工花了三百萬之後呢 就發生疫情了 對 那 那193年至今到現在呢 其實我的咖啡店每個月都在虧錢 也賠了一台冰司 對 賠了一台 兩台 真的喔 賠了一台冰司喔 然後呢 每一年啊 賠的錢啊 我算過 真的可以買一顆香奈兒 所以我都說 一年賠掉一個香奈兒包包 那也不多啊 我以為一個月賠掉一顆而已 一年賠掉 一三年嘛 所以就賠掉一個冰司 但是我想說一般的人 是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子賠錢還做生意 對啦 有錢就任性嘛 那 感謝安麗事業 可以讓你繼續賠錢 跟照顧這樣子 對對對 我希望他不要再賠了 但是確實 我也想過說 一般的傳產的老闆 如果遇到這樣的虧欠的情況 他一定自己下去上班嘛 對 那我很感謝安麗事業 讓我現在興趣可以留給興趣 所以我到現在都沒有去咖啡店上班 因為我覺得我如果去工作呢 然後他就不算進去 所以我就是 嗯 花錢買了一個富貴的夢想 然後這個夢想他實際的 呃 現在還在持續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想要夢想趟持續 不是啦 不是 他喜歡看劇說要花錢 對 就是要花錢 持續 持續 然後呢 我就想說呢 對 我也很想要這個拜託這個呢 這個 我們的肖傳啊 然後莫君還有這個鳳姨姐姐這樣 請你告訴你們的團隊這樣子 只要你們報以下的口號 來調你們店裡消費呢 我會打九折的 哇哦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記住 這個口號呢就是呢 這個口號的這個呢 發想是來自於那一天呢 蕭傳說他的女兒都叫他神龍大俠 嗯 嗯 神龍大俠 對 所以我就是 希望你可以告訴你們團隊夥伴 只要呢你來老窩咖啡松德店 松德路51號 老窩咖啡松德店喝咖啡呢 你只要對著櫃台的人員說 大俠愛滋漢寶寶 我愛沈萬父後見 我們就打九折 這樣可以嗎 大俠愛吃漢 我愛沈萬父後見 我想邀請我們領導人一起念音樂 好 我愛沈萬父先生 我愛沈萬父先生 大俠愛吃漢 好 我愛沈萬父先生 好 那老窩咖啡松德店 就一定會自上BIP的價格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做得很瘋狂的事情 就是明明那麼愛喝酒的人 看什麼咖啡店 對啊 真的 但是我比較好奇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 大俠愛吃漢寶寶 這是從哪裡來的 我現在就是神龍大俠 你是神龍大俠 那個哏啊 那個哏是怎麼來的 喔你那個年代的哏 是不是是那個 因為我們年輕人比較聽不懂 阿伯告訴我什麼 這是阿伯告訴我的 阿伯都一直教我的 阿伯也告訴我過 可能大俠愛吃漢寶寶 不是大俠不吃漢寶寶 吃了之後 然後全身洗泡泡 是這個嗎 哈哈哈哈 大俠愛教你好多事喔 喔喔 大俠愛真的是 他不盡懂 還懂這個很多人形思維 對 OKOK 那 那妳的夢想呢 我嗎 妳有做過什麼瘋狂的事情 除了嫁給那個 喔對 我又戀上 結果老婆看過 就算了嗎 他不是夢想嗎 他不是夢想 他不是夢想 他是我算計的 他說我等到計的 對 我六天都愛上他 但是我覺得 妳幾天 六天 六天 這不是夢想嗎 這是瘋狂 我來看一下 好 其實我覺得我很開心 就是我在28歲做到翡翠 中間我休息兩年 我一直在找 夏美階段我要去哪裡 後來 我在33歲上的鑽石 我找到一個 我一直在 人生活的意義跟價值 生命價值 我覺得人生它 不是只有房子累積跟車子累積 我覺得也很好 我覺得它是故事的累積 我很喜歡 就像我們今天在這次講 聊聊故事 所以我在 35歲那一年 我出了一本漫畫書 漫畫書 對 然後也是全 妳自己畫的嗎 我是跟一個漫畫家粉做的 然後我也非常非常感動的是 就是我把我這一路走來 從我小學國中到武當中 談戀愛 熱情交給我先生 然後我們這一路奮鬥的過程 畫成漫畫 妳那個拳頭 畫錯了嗎 為什麼 她的手指頭 是怎樣 沒有 沒什麼 哈哈哈哈 然後 我是說沒有閉起來這樣 對 就是我想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夢想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喜歡畫畫 想到漫畫家 那因為我畫畫能力很一般 那我跟一個很厲害的畫家合作 幫我的人生故事畫 留下來 所以妳想要當畫家 一小時候的夢想 那我需要透過 安利這個平台 把這個故事 畫成漫畫的方式 那更多的年輕人看到了 原來安利是長這樣子 看到後來我的小孩 看到父母的奮鬥的精神 留給孩子 跟國伴們的奮鬥的精神 所以這個版權 我都去給安利的希望工廠 所以妳賺到的錢 就是把他捐給安利的希望工廠 哇 好感動喔 其實妳也可以捐給 消失兒童基金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有的時候 錢要花在妳看得到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真的希望工廠 是不是這樣 各位妳們認同嗎 認同嗎 欸 你不覺得很溫馨 當然跟他一起 我們都沒有經濟回憶 欸那我想問 所以妳如果是畫家的話 我在想到妳老公是什麼職業 妳傻出什麼 喔不是 因為這是成本四十五週年 不能用 對 她大概也是畫家的一種 只是可能是畫在 她是現實設計師啊 像彎彎那一種 妳們聽過彎彎嗎 有 她後面也有個阿 她是什麼 啊我是什麼家 插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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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 來 我可以走 那我想聽鳳莉姐姐 欸 鳳莉姐姐妳退休之後 妳還有什麼夢想嗎 做過妳最慣 最瘋狂的事情 說剛剛聽到的最瘋狂 我覺得剛剛那個就很瘋狂 開網球場 對啊 開網球場 這個真的很瘋狂欸 還有嗎 還有嗎 鳳莉姐姐還有嗎 什麼瘋狂 我想要知道一個優雅的女人 這麼溫柔的女人 她的內心能夠躲瘋狂這樣 嗯 聽說妳好像是要做特斯拉是嗎 還是什麼 瘋狂的 我要做特斯拉 有嗎 妳是說要去外太空嗎 啊對喔 沒有 不要理她 她都喜歡講很特痛的話 繼續繼續 因為她的日子都很認真 阿 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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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孩子 哇 幾歲 44歲 44歲 哇 妳可以在這 妳兩年前 又生孩子 這四歲是生第三個孩子 然後還是自然生產 哇 所以妳是要跟我們講 妳老公很厲害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呢 她今天已經25歲了 所以我今年是70歲 啊 叫我出來 妳今年70幾歲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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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妳看不出來 欸 妳都吃什麼 妳都吃什麼 有出來 妳都用什麼 R23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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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妳的保養品 比較對 R23 三種田來 每天的牛村來跟那個 雅汁保養品 我是沒有聽過 70幾 可以這樣真的是 70 70 那 70 人生 70 才開始 對吧 對 所以基本上呢 那林茲幾歲才開始 哈哈 哈哈 好 好 妳這樣怎麼讓我們 我們時間就不夠了 好 好 因為在做安律武器 今年才開始 聽我講好嗎 哈哈 哈哈 等一下 我跟妳講 妳有些話想講 妳可以有在五十週年的時候 去鳥操槍 妳對我生氣沒有用 你知道嗎 妳對我生氣有什麼用 妳要怪就要怪阿飛啊 然後我幹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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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聽 我小聽 我這個時候我努力五年多 我那時候夢想的時間 啊 看到這張照片 是因為那時候在澳洲的時候 我說副先生在我家的時候 還說 送工妳什麼時候開始 我說 瓜瓜副先生 我做安律的目標就是 我要過這個退休的生活 然後收入源源不斷 所以我沒有想過要開始 那後來一個音源擊退之後呢 我在澳洲想開始的時候呢 然後我也沒想那麼多 沒有朋友 語言不通 然後呢 我就這樣開始了 開始了兩年 兩年不到的時間呢 我就做到白金 所以先從客廳上說這句話 就做到白金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安律公司招待我 出國兩次 我想說澳洲的旅遊 真的很不錯對不對 白金跟一年出國兩次 那安律公司說 一次是白金的旅遊 一次是紐粹來前五名 招待五名 太厲害了吧 然後因為這個完全不知道 又不懂英文 那澳洲不是很大嗎 很大 那妳怎麼 妳是騎著戴水軍跟他們講安律啊 我就是每天去 我就是每天去 每天去shopping center 就去認識人台式 聽說妳不會開車喔 我會開車啦 坐鑽石 我坐鑽石 還買自己的車 那時候我就很努力的時候呢 那時候站著兩台子上學 騎著摩托車 我剛開始我是騎腳上車坐在裡面的 那後來就騎腳上不方便 浪費時間 我在買摩托車 那時候才買二手的 偷偷的買二手摩托車 因為我先生覺得說摩托車很危險 他不要買摩托車 那後來買了二手摩托車 我省事件用的 買了二手摩托車之後呢 我先生看我 既然買了他就買不行了嘛 這才開始騎著摩托車坐在那裡 買Ducati嗎 好 那沒關係繼續繼續 然後呢 然後在澳洲的話就是 就是我就是走路到那個購托車 大概是十分鐘左右而已 就本來我住在那邊 好多年快四年的時間呢 就是那個購托車很近 但是呢我就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去一次買菜 那要做案例的時候呢 我天天去 天天去認識人 只要會說華語的話 我就跟他開始認識 然後就這樣子呢 然後分享紐錘啦 所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呢 我紐錘的營業額是 全澳洲第三年 哇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帥喔 好帥喔 因為最近我就不知道 這公司招待我去 兩次海外旅遊的時候 我在請我兒子看我們的信 就說為什麼可以招待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公司呢 案例公司呢 就打電話給我說 我說也是通過翻譯啦 打電話給我說 我有什麼需求 公司能夠怎麼幫我 那我說 我只要求要有一個會說華語的就好了 所以公司很快的呢 就安排一個會說華語的跟我溝通 就在案例公司的客戶裡頭 就有個說華語的 現在好像可能越來越多說華語的 說公義買通 在澳洲 哇 公義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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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成冠這45週年 這幾十年來的故事 真的 這是聊不完 那我期待呢 成冠50週年的時候 欸 也可以聽到各位的故事 好不好 好 希望今天我們的這些故事呢 你們能夠 喜歡 可以嗎 那你們猜到了這個 莫君的老夫是做什麼職業的嗎 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在這邊結束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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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